Hello 大家好 我是黎 我現在走到一個位置 可以拍到別人玩企納式的獨木舟的地方 我的預算是帶著長鏡去拍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這場景怎樣去設定 對焦、測光的東西 我現在走下去 一會兒再跟大家去說 在我背後有些獨木舟的教練在教人 一會兒他應該會爬出去外面 我就可能會用一個長焦的鏡頭 在那邊試一下拍一下他們 這裡就是馬灣的海灘來的 其實他有機會爬去那邊 我拍給大家看 那一會兒我會嘗試走去那邊 就會拍一下照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這個場景怎樣去設定 那些光圈快門 那些測光啊 還有那個對焦的問題 怎樣去處理 那現在他們就開始出去爬了 那因為你看到前面 最前黃色的艇 那些是正式是獨木舟的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都玩過一下 那現在呢 就是新一代了 就轉了這些綠色呢 就 是類似一些風帆那樣的 就是形態呢 就是站在那裡爬這個獨木舟的 那應該呢 那個難度就很高的 那所以呢 我嘗試一下在這個 一會兒就在這個位置 就拍一下過去 看一下他們爬成怎樣 那現在就走過去了 那這個路呢 都幾崎嶇一下 那應該很快到 那那幫人呢 就爬了去 剛剛應該是屬於一個碼頭的位置 那應該他們在那裡 就教他們怎樣去爬這個 直立式的獨木舟 那我繼續走過去 那這邊呢 其實呢 馬灣的東灣的沙灘來的 那這個位置都 幾靚一下的 那一到假期呢 就有很多朋友呢 來這裏呢 就玩 那OK 那 見到了 那些朋友就在這玩著 應該是挺好玩的 好啦 我嘗試在這裏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可以 就是 那些相機的設定 怎樣去 調教了 那那邊呢 也都是 有些朋友在玩著 好啦 我來到這個位置 就見到有些朋友在爬著 那大家看到這個畫面呢 我的對焦位置呢 就跨了一個中間的位 那這個呢 就似乎好像闊了 我試一試呢 就調再 細一點 看看可不可以了 那這個範圍 OK 沒有了 那因為這個始終都是 它用一個多點模式 那最細一個範圍 不要緊要 那我們試一試 Zoom它過來 我試一下拍一張先 那因為呢 我現在呢 就比較是 嗯 我不可以把相機 放在我眼屏的位置 因為呢 我Capture這個畫面 那個相機的畫面 所以呢 我不可以放下去 一放下去就沒有了這個畫面 那我嘗試呢 繼續呢 就追幾張給大家看一下 那現在追了之後呢 再做一個構圖呢 就OK的了 那現在去得遠了 好了 財位 那就可以完成了一箱 完成了一張這樣的構圖 那 嗯 在對焦方面呢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模式 通常呢 我以往呢 都教過大家呢 就做了一個對焦 跟著盡快去構圖呢 就不需要 給它自動對焦 因為如果它自動對焦 有機會呢 未必中到 你心目中的那個位置的 那所以呢 就想 我先回到這裏 那我就走去那邊看看 至於測江那裏呢 我都是用了一個 比較偏重心的測江 那偏重心呢 在這個環境呢 就會優勝些 因為如果你用一個大範圍的測江呢 因為你那個主體呢 就在正你那個獨木舟的位置 這個範圍比較細一點 那如果你說整體去測江呢 就未必是好事來的 那我嘗試一下 拍下這隻黃色的艇先 OK 我連續幾張 對焦 好 有些朋友說 我可以用一個 就是連環快拍 這樣就拍了它 其實都可以的 但是我現在在這裏 示範給大家看 初步呢 就給大家了解一下 在對焦和一個測江 那個 同步的連貫性那裏呢 去做了些什麼功能出來呢 因為有些朋友呢 你問我呢 就是說 其實我們當我們測江和對焦的時候 在一個同步的環境呢 是不是會比較 會 就是 那個 控制是比較困難呢 其實不是的 最緊要呢 就是說 你要 調整你的對焦範圍 和你那個測江那個模式 因為如果你測江模式呢 你用一個大範圍的測江呢 在曝江那裏呢 有可能呢 你要 利用那個加減EV 要推適它 那如果你說 我用一個重點 好單點的模式呢 有機會呢 它會Over了 整張相片會Over了 現在呢 我這架相機呢 就設了去 光圈先決 那我這架 這架 鏡頭呢 就是 最大都是 只有 四點幾光圈的 那如果我鬆到盡呢 就六點幾光圈 那所以呢 鏡頭的景深 就不是很漂亮的 那我盡量呢 就用了一個 光圈先決呢 用個 最大光圈去拍照 那我再看看 那這裏呢 剛剛是溢江 那我走去那邊 因為我看不到那個屏幕 OK 這裏好些了 那我試一下拍幾張 那現在呢 他們的艇呢 就聚馬齊呢 你就不用怕 對不到招 那始終它那個範圍大了 那我盡量等多一陣 等它單獨的時候 就拍幾張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這個方法呢 都唯一就是 溝圖 OK 對焦 溝圖 這樣就可以 拍了出來的了 那你在這裏看呢 似乎呢 這個畫面呢 它那個曝光值呢 都好像是 under了 那因為呢 它被 海面的反光呢 它令到它呢 它那個 曝光指數呢 它覺得很足夠 所以呢 它不會和你調高它 在這個環境呢 我們要嘗試一下呢 就要用 少少微調 就說 把EV值呢 拉高少少 那 暫時的畫面呢 可能要停一停 那我就 因為我要放相機 下去 眼屏對焦 就是viewfinder那裡看 因為我實在看不到 那個畫面 對了 那 就比較 under了少少的 那我嘗試一下呢 加大 加大了 那我嘗試呢 就加大那個EV值 就推到差不多一級 那我嘗試 zoom過來呢 那如果 zoom過來呢 就這一張呢 就好像這樣呢 那那個 它們的人呢 身體呢 就比較曝光 就會好少少的 如果轉回 normal來講呢 就比較暗了 那張照片 好了 現在呢 我就繼續等著它們呢 就 站起來爬 那看下會不會拍一些 比較靚少少的照片 那至於七缸和這個對焦呢 我都在這裏初步 就是輕輕講過 那其實就沒什麽特別的 最主要大家呢 就 就 在臨影之前呢 就調校好少少 還有呢 當你 在那個 在那個 觀景器看下去呢 你覺得 是under了 就即時 就調校對那個EV值 就可以拍到照了 那現在在這個水面那裏呢 其實呢 就它反光的程度很強的 所以呢 就理論上呢 就是under了 所以我們 一般情形呢 就都要加回去 那我試下 在這個場景 在這個情形 現在我就加了 加了是四分三 那一級不夠 那現在看下去呢 它的曝光值呢 就幾好下了 那其實呢 我們都可以呢 在這個情形呢 加到一級都可以的 那我就試下了 那這裏呢 加了一級 那你看到的海面呢 那個反光面呢 就會靚了 那還有呢 那他們那個 那隻艇 和人呢 就 曝光來講呢 就好了很多 那我試下拍這張 拍這個 那在構圖方面呢 那我對了招 如果假設這樣構圖呢 後面那個景就不是很漂亮 那我不如一嘗試一下呢 那我對了招之後 那我把這個艇呢 放在這裏 那就 那感覺就好像好些了 那現在我這支鏡呢 就始終都不夠 我現在這裏 是令了它 50mm 就是 都屬於是 少少 Terry那個模式的了 那它可以令到230呢 我扯到盡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現在的範圍都很遠下 那230扯到盡 那如果你說230扯到盡 那如果你說230扯到盡 你計算成1.5呢 就等於300多的了 其實夠不夠很難說,如果你說我們拿著300多mm的長鏡 理論上一般都夠用的,但是現在距離實在太遠,所以未必用得著 現在我轉去第二個模式,對焦模式就是用全範圍的對焦,就是任它穩 讓它試一試給大家看看,在這裏我撐住它,它通常都是穩中間那些 反光位最強的,它就穩那些,我嘗試一下 假設這個,都中到,都中到,但是當我撐住它,做了一個構圖 其實它現在離開我這裏太遠了,那我不如拍到第二個位置 那這裏剛剛有隻,那隻魚艇,那隻可能在那裏釣魚的朋友 有隻小艇,紅色的,那我試一下就,拍給大家看一下 那它現在追緊招,那它集中在中間都找到,那如果我這樣去找呢 它就未必找到,因為範圍大了,它不知道你拍什麼 那所以呢,就是在對焦方面,最好都是用一個窄的範圍去對焦 那我先教它 OK 原來它們在這裏,應該是在打魚,嚇著魚 那麼,可以撞下去,令到水花,嚇著魚,不知道它會引它過來 可能它下了個網都未頂 那始終呢,它都是來得太遠了,那它們沒有站在身上,到棒,可能或者難度太高 那我試一下,那這裏有一個,那我試一下拍過去那邊 那扯到盡 那其實呢,我現在是離手去拍照的,因為我不可以 就是放在眼裡看那個,裡面的那個 那個viewfinder 因為呢,因為我要capture的畫面給大家看 那所以呢,就未必呢,就會拍得這麼定 那我嘗試一下,我就不capture了 就是不cap的畫面,我就這樣放上去 用眼來對焦,直接 那這樣就方便一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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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